月天羊流醉春烟 三月三来山青草满满 对内于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来说 能登上央视春晚无疑是莫大的荣誉 对艺人的加成非常大 在粉圈的实际 PK图中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数据 由于央视春晚的关注度足够高 所以每年被质疑的艺人不少 但大规模翻车 从大年三十一直被骂到初五 还没有消停迹象的 貌似只有今年的白静廷了 事情的经过 想必吃瓜群众们都了解 在歌舞类节目上春山中 白静廷被质疑 不仅临时换了更鲜艳的黑色系服装 而且没有按彩排走位 占掉了魏大勋和魏晨两人占C位的时间 相关话题近几日持续发酵 路人观众逐针分析的视频 令白静廷口碑大跌 粉丝发出的三次彩排视频 又令真相屏扑朔迷离 当然了 这一事件中吃瓜群众最多 春山学成了今年春节流量最大的话题词 毕竟大家在春节假期的闲暇时间确实多 白静廷被调侃为网友们无聊的走亲戚活动 不断增添着乐趣 眼看风波愈演愈烈 甚至钟楚希侯文元官宣恋情这样的大新闻 都莫能彻底阻断其继续发酵 但是白静廷本人以及工作室至今没有发生 春山学事件本身就已经疑点重重了 白静廷这边又是损失口碑 又是全网不断掉粉 但就是不发生 不澄清也不道歉 更为这件事照上了一层迷雾 那么在这种继续公关处理的紧要关头 白静廷为时磨不发生呢 可能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 白静廷可能真犯错了 在白静廷之前 那与口碑大规模翻车的人是baby 当时被拍到了现身风马秀 尽管baby从始至终都没有发生 但各大社交平台被封杀了几个月 直到近日才解封 所以说 白静廷之所以至今没有发生 可能真的是当时玩了一把小心思 尤其是临时换装这件事 央视春晚之后的某采访活动中 谢娜貌似就是知情人之一 而且还在节目上 公开以玩笑的方式发问谁换装了 在魏大勋和魏晨都否认的情况下 只有白静廷尴尬地逃避的这个问题 此外 白静廷结束春晚活动后 开过一次直播 当时就有粉丝问他为时魔换服装了 尽管粉丝可能没有恶意 只有好奇 但白静廷的回应是支支吾吾的一声恶 由此可见 白静廷临时换装这件事基本是实锤了 至于站位问题 白静廷或许也犯错了 一种可能是他玩心机了 另一种可能是由于紧张而失误了 但不管是哪种可能 白静廷选择不发声都是希望能冷处理 让时间冲淡这件事带给他的影响 毕竟承认的话掉粉更多 否认的话又担心求垂得垂 第二 过错方可能不只是白静廷 春晚节目组可能也有错 所以他不敢也不合适公开声明 临时换装这件事 即便是粉丝也没法理直气壮地给白静廷洗白 如今这一事件的焦点 是他到底有没有霸占C位 白静廷之所以不发声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自己犯错但不敢认 这也是绝大多数网友顺理成章认为的事实 但是在更多细节 尤其是彩排视频不断被曝光的情况 白静廷至今不发声 还有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总台也可能试过错方 上春山彩排过多次 而且其中有一次是魏大勋和魏晨录制大侦探而缺席 所以他们三人与春晚节目组之间的沟通 可能出现了问题 以至于白静廷当时记错了最终的走位 如果这种情况存在的话 那么白静廷当然不能发声 因为错不完全在自己 但他又不能明确指出 节目组也有问题 只能选择沉默了 距离龙年央视春晚播完 已经八天过去了 但白静廷之间仍然在发酵 一边是路人 圈内人的各种道游 另一边是粉丝们同样有理有据的澄清 目测这一事件短时间内不会消停 至于白静廷方面 在舆论风波最猛的时候没有出面发声 之后再发生的可能性也不大 最终可能会不了了之 路人员大跌已经是事实 资源降级也是必然的 但不会就此从内于消失 除了在春节晚会上的丑态 白静廷在综艺节目中的不当行为 早已成为娱乐圈内的热议话题 更令人震惊的是 严娱乐圈的大咖沈腾都不愿与她合作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段隐秘故事 她被指责为不抱团取暖的典型代表 很少有艺人愿意与她合作或者交往 尤其是在一些综艺节目中 白静廷的不良行为 更是引起了其他艺人的不满和抵触 一些艺人甚至公开表示 他们不愿意和白静廷一起合作 因为她的行为给节目制作和表现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麻烦 娱乐圈人士对白静廷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一些人认为白静廷是一个有天赋的演员 她的出色表现在一些作品中得到了认可 另一些人却对她的人品和行为持有质疑态度 他们指出 白静廷的自私自利 不合作和不尊重规则的行为 已经严重影响了她在娱乐圈中的形象和声誉 一些业内人士甚至表示 白静廷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娱乐圈的底线 应当受到严厉的批评和谴责 两人在综艺节目中的合作情况备受关注 两人的关系也成为了娱乐圈内的一个话题 在过去的一些综艺节目中 两人曾有过一定的合作经历 但其合作情况却并不尽如人意 在一些综艺节目中 沈腾和白静廷曾经被安排在同一个团队中 共同完成一些任务或者挑战 在合作过程中 很明显可以感受到 沈腾与白静廷之间的磁场并不是很好 两人之间缺乏默契和配合 沈腾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深艺人 常常展现出幽默风趣的个性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白静廷则显得比较拘谨和不合群 很难与沈腾产生共鸣和互动 沈腾对白静廷的态度也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虽然沈腾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善良热心的艺人 对于后辈艺人往往会给予关怀和照顾 但在与白静廷的合作中 沈腾的态度却显得有些保持距离 他并没有像对待其他后辈艺人一样 展现出热情和亲近感 而是保持了一种冷淡的态度 甚至在一些场合中展现出了不愿与白静廷合作的意愿 究其原因可能有机方面的考虑 沈腾可能对白静廷的不良行为感到不满 在节目中的表现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他的自私自利 不合作的行为可能让沈腾觉得难以接受 此外 沈腾可能也担心与白静廷合作 会影响自己在节目中的表现和形象 因此选择了保持距离 此前白静廷和宋毅暗处戳的秀恋情 情人节这天虽然没有秀恩爱 但是依旧是热度最高的一对情侣 因为千千万万的网友们都在对这两个人进行劝分 宋毅出道的起点非常的高 在2009年出道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李少红版的《红楼梦》 而且在其中饰演的还是有很多戏份的《湘灵》这个角色 之后 宋毅的资源一直都很好 都是一些高质量的作品 例如《毛岸英》 《山楂树之恋》等等 与此同时 2016年的白静廷 凭借着明珍 终于触摸到了一线鲜肉的门槛 但是不能够称之为一线 当时的一线鲜肉 随便拿出来一个 咖位都会把白静廷压得死死的 宋毅的资源更加的好 虽然不在《小花旦》的排列当中 也没有拿到大奖 但是宋毅的资源都是顶级 而且火爆的电视剧 都是有话题有品质的 其中就包括了《庆余年》 以及《坠叙》等等 在2022年 33岁的宋毅和29岁的白静廷 合作了电视剧《长风度》 在电视剧拍摄的时候 两个人就产生了感情 被狗仔记者们拍到 他们休息的地方都住得很接近 之后 宋毅开始多次穿白静廷品牌的衣服 频率甚至堪比白静廷自己穿自己品牌的衣服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白静廷因为上春山的风波 现在是全往黑的阶段 许多的业内的工作人员都出来导游 导致这场火越烧越旺 尤其是白静廷这次得罪的是央视 更是在春晚上耍心机 赶这么做 可以说白静廷的职业生涯也到头了 而且不久之前 白静廷自己的品牌 也被官方直接给爆雷了 多个产品 存在不合格问题 因此有许多网友 纷纷跑到了宋毅的个人平台 劝宋毅和白静廷分手 宋毅现在估计也知道了白静廷真实的人品 他也在考虑要不要继续下去 更何况宋毅资源太多了 而且都是大资本资源 这些背后的资本 为了保护自己的作品 不受任何的影响 也会要求宋毅和白静廷完全断开连接的 生怕一个被牵连 直接导致几亿元的投资血本无归 白静廷这次的形象和口碑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娱乐圈是一个舆论导向极为敏感的行业 公众的眼光和评价 往往会直接影响艺人的发展和前景 白静廷的不良行为 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负面评价 这对于他未来的发展 无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